张柏芝最近参加各大综艺节目,而且收获了超高的人气,在节目中,张柏芝放出重磅消息,张柏芝也是罕见谈自己孩子未来的发展,看法和方向。 吴轩一问张柏芝,如果孩子们长大了,他们想进入这个娱乐圈的话,你是怎么想的,只见张柏芝摆摆手说,我完全不会抗拒这一问。 可是把张柏芝的话匣子给打开了,他接着说道,我当然想我的儿子是简单一点,读书读得好一点,然后遇到一个单纯的小女孩。 如果我儿子真的很想去做娱乐圈,而且比我或者比他老爸更好的话,我会100%的支持他。 张柏芝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拥有简单的幸福,拥有一个比较单纯简单的家庭说到这里。 让我们想起了张柏芝的过往,他和陈冠希的恩恩怨怨,让他的事业跌落神坛。 婚姻破碎,或许是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。 大风大浪后的张柏芝觉得简简单单的幸福,平平淡淡的生活才是最真实的。 说到儿子要是进军娱乐圈,张柏芝则表示,孩子想进娱乐圈,要是做得比他和谢霆锋还好的话,那就会100%的支持,言外之意。 如果做得还没有张柏芝和谢霆锋好的话,那支持就会大打折扣了。 可见张柏芝也是罕见提到谢霆锋。 网友表示,谢霆锋和张柏芝为了儿子进军娱乐圈。 风芝已经秘密复婚,谢霆锋已和王妃分手。 这或许只是网友们猜测而已。 对这件事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呢? 你支持张柏芝、谢霆锋的孩子进军娱乐圈吗? 你觉得谢霆锋、张柏芝有复婚的可能吗? 欢迎留言评论和探讨,记得关注我哟。